这节目呢 我们学习在ES2020当中 引用了另外一个新的对象 叫做Gengobo ZS 我们从字面来理解 Gengobo这单词本意是不是就是全局的 对吧 ZS就是当前的 其实这个对象的作用 就是用于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方式 去获取不同环境下的全局对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GIS 其实在不同的环境下面 获取全局对象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直接通过代码 给大家讲解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这不应该是第五个吧 7-0.js 然后我们把它引进去 我们知道GIS在不同的环境下面 其实获取全局对象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Node下面 我们GIS是不是可以运行在服务端 对吧 Node Node里面的全局对象 是不是叫做Gengobo 然后如果在我们的网页端 比如说我们去到Web端 它全局上叫什么 它很熟悉 是不是叫做Window 对吧 其实还有一个叫做Self 可能Window大家比较熟悉 Self可能很多同学没有用过 我解释一下什么叫Self 就是当我们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浏览器 是不相当于是创建了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 其实就是Window这个对象 也就是GS所运行的这样一个全局环境的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Self 其实指的是这个窗口的本身 其实它这个对象和Window对象是一样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习惯于用Window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SetTimeMount 电视器 对吧 我们都知道SetTimeMount这个方法 是不是在Window下面呢 比如说我这边输出一个ES2020 大家看 这边等一秒 是不是能输出一个2020 OK 没有问题 SetTimeMount 我们之前是不是可以这么写 Window Gear SetTimeMount 因为它是Window对象下面的方法 OK 也没有问题 那如果我写成Self呢 你能够发现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 所以说Self其实就是Window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之前的语法当中 如果我们想获取到 任何环境下的这样一个全局对象 我们是不是需要判断 对吧 怎么判断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方法 就叫做获取全局对象 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是不是可能需要判断 判断什么 我们判断一下 当前有没有这样一个 Self 对吧 看看它的值 是不是按理犯的 如果不是按理犯的 那就说明当中全局对象 可能支持Self 那我就可以返回Self 对吧 那如果呢 大家看 如果当前我们 才报复这个值 我直接复制广了 如果它比如说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支持Window 如果是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Return Window 再复制一个 比如说 如果Self和Window都不支持 它是不是有可能是Node 那我们是不是看一下 是否支持Global呢 如果支持的话 我们是否把Global 去返回 那如果都不支持 那怎么办 我们可能就可以抛出一个错误 对不对 比如说抛出一个Aero 比如说我们就无法找到 全局对象 OK 当然 对于GNS下面的 全局对象获取方式 就是三种 没有别的 这时候比如说我们 我们定一个 定一个Global 然后呢 就等于当前这个方法 我们看看 在我们这里面 获取全局对象 获取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 是不是应该就是 这个Window啊 因为就算我们输出Self啊 大家看 比如说我在我们这边 我输出这个Self 其实你发现它获取的 其实也是Window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 我们定义这个方法 获取到这样一个全局对象 获取的是Window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种方式比较麻烦 我们还需要自己写方法 对吧 所以呢 在ES2020当中 提出了一个标准的方式 你只要用这一个方式 就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都能获取到全局对象 大家看 这个就是2020 你们推出的 叫做Mobo This 我们输出一下看吧 代码第23行 大家看 得到的是不是也是Window 对吧 当然 如果你要在Node下面 它其实输出的就是Global 所以呢 你推出这样一个Global This 这样一个对象 它的目的 就是能够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就是网页段也好 或者是Node端 服务段也好 我们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 统一的这样一个对象 获取到不同环境下的 这样一个全局对象 而不需要像之前那样 我们还要自己去判断 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以后呢 我们需要获取全局对象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记住 通过Global This 就可以获取到不同环境下的全局对象 对不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